我的名字是Sofia 我将来在俄罗斯的指导 欢迎大家在俄罗斯的指导 你们会在这里浪费一个星期 希望你们会继续关于我们的国家 和国际上的记忆 格鲁吉亚的行程 因为有这个可爱的导游 十分的完美 没到这个国家以前 我只知道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 蒂比利斯是格鲁吉亚的首都 和最大的城市 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 个人认为蒂比利斯 最有魅力的几个旅游景点 梅特基教堂 这个教堂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的 瓦赫坦戈尔加萨利国王时代 这位国王使蒂比利斯成为国家首都 教堂外的大雕像 就是为这位国王所住的 在气球广场的缆车站 可以搭乘缆车直达到对岸山顶的母亲雕像 一定要去坐缆车哦 这里看出去景色超好 价格便宜 三顶的母亲雕像 一手持剑 一手举着葡萄酒杯 充分展示了格鲁吉亚人民 对敌人无惧 对客人热情 爱真分明的民族精神 我们可以在雕像脚底下充分感受一下这股力量 这里也是鸟看城市景观的最佳位置 从这堆雕像的路口开始 我们就开始地比利斯古城的游览 这个整点就会天使出来敲钟 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儿等着呢 来自门的没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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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说 你们快问了 因为这说是不值得的 好 但是 而又今天 它是 这个巨人 这个巨人 在俄州 古城里最重要的建筑 西奥尼大教堂 建于公元七世纪 以圣母升天的名字命名 是一所在格鲁吉亚地位极其崇高的教堂 竹吉亚地位极其中 一双的银 一双的银 银的银 一双的银 银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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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小的別針啊 那個獅子的 要200美金 這條燃爺 這樣也用了 這條燃爺 這個在裡面 這條燒爺 已經被燃爬了 這種燃爺 其他燃爺 那些燃爺 很多人認為他燃爺 但是沒有整燃 是 艇 它是自然的暖,自然的冰,自然的冰,自然的冰 所以我们的城市叫做Belisi 你知道什么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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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2010年,在教堂附近落成了一座名为和平桥的步行桥 这座由钢结构和玻璃搭建的桥梁 在古城区中拨有一些突兀 但假如你对比附近设计更为前卫现代的音乐厅和公共服务中心 这种突兀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尤其是音乐厅看起来就好像一条被古风机吹起来的裤衩 博德比女修道院是圣尼诺的埋葬处 她曾经引导格鲁吉亚信奉基督教 这个修道院被维护得很好 外面看像是三个建筑群叠加而成 修道院被百数环绕 始建于公元九世纪 如果想要拍照的话 在这块草坪拍摄也是极美的 从这里可以俯瞰大高加索山脉下的阿拉扎尼山谷 格鲁吉亚以葡萄酒闻名世界 西南达利家族的庄园和酒窖位于蒂比利斯郊外 哇,这酒庄超级大呀 他曾经属于19世纪的贵族诗人 亚历山大查夫查瓦兹 这个,对吗? 然后做红酒 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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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 나 我可以了 西格納吉 是格鲁吉亚最美的小镇之一 也被称之为皇家小镇 是因为公元前二世纪 这里曾经是格鲁吉亚皇室所在地 距离首都蒂比利斯一百多公里 如今的西格納吉 坐落在一座陡峭的山上 镇上的房子大多依山而建 错落有致 无论是教堂还是居民建筑 都完好保存至今 房子的屋顶大多被粉红色的砖瓦装饰 瞬间给小城增添了许多浪漫气息 由于这里风景优美 当地很多格鲁吉亚人 都会特地来此举办婚礼 这里还有24小时不打烊的婚姻登记处 所以也有恋爱中的小镇之美蜜 请设论范徒爱 地比利斯必不可少 都 envCry裡斯 但十一路要迫 我们 zaw이 市年的島洒 市区逛街是地比利斯必不可少的活动 喜欢历史的建议参观格鲁基亚国家博物馆 重点参观考古珍宝库 导游还带我们在市区看了许多有特色的历史建筑 从来到大小的历史建筑 一历史建筑从环境中 这次建筑是外面的 一些木属的 这里有屁股码的建筑 如果你看这些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